哈啰各位西班牌 今天大家晚上很安 今天晚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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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眼睛 未曾看過的事情 還有耳朵 未曾聽過的事 甚至心裡 還沒有想過的事 上帝早已預備 給那些愛他的百姓 上帝能夠 承充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 精致的永遠 他比他能永不改變 上帝能夠 承充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 精致的永遠 他比他能永不變 那些眼睛 未曾經 未曾看過的事情 還有耳朵 未曾聽過的事 未曾經 未曾聽過的事 甚至心裡 還沒有想過的事 上帝 上帝早已預備 給那些愛他的百姓 上帝能夠 承充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知 更不知 不知情 直到永遠 他比他能永不變 不知情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止尽 直到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止尽 直到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止尽 直到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不止尽 直到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变 更不止尽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变 也比山高 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主恩仿佛奇妙 直到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变 直到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变 感谢永远 感谢永远 踏地大能永不变 主恩殿 和灯美好 比海深 也比山高 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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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和未来 主恩仿佛奇妙 主恩仿佛奇妙 比海深 也比山高 过去 现在和未来 祝恩丰富 奇妙 祝地恩典 大大笑笑 祝地恩典 从头到脚 白白的 买过的忘掉 感谢永出入浪潮 祝地恩典 大大笑笑 祝地恩典 从头到脚 白白的 买过的忘掉 感谢永出入浪潮 啦啦啦啦啦 我要赞美 啦啦啦啦啦 我还要赞美 啦啦啦啦啦 我一生赞美 一生要来赞美中 祝地恩典 大大笑笑 祝地恩典 从头到脚 白白的 买过的忘掉 感谢永出入浪潮 祝地恩典 大大笑笑 祝地恩典 从头到脚 白白的 买过的忘掉 感谢永出入浪潮 热的 买过的忘掉 祝地恩典 和的美好 比海深 也比山高 我请现在和未来 祝地恩典 广佛 奇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耶稣 我要常常敬拜你 常常赞美你 在祷告里 我要见到你 我的祝我跟随你 顺服你指引 给我一个 谦卑的心情为你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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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心所刻骨 耶稣 你是我生命的唯一 我要向你献上感谢 我要常常敬拜你 常常在美丽 在祷告你 我要见到你 我的祝我跟随你 宣布你旨意 给我一个 千万的心敬拜你 我要常常敬拜你 常常在美丽 在祷告你 我要见到你 我的祝我跟随你 宣布你旨意 给我一个 千万的心敬拜你 给我一个 千万的心敬拜你 在祷告你 各位朋友们一起 新早告 现在来在祷告 感谢你 我都要让我们 再次来到 山上的游戏 早前你给我把 每一家的时间 跟我提交 光临 叶子 孤老师 他所讲的故事 都是代言的 山顶 让他可以来讲 恭喜耶和华 耶和华 耶和华 果然为我们 果然为我们 行的大事 行的大事 我们就欢喜 我们就欢喜 十篇 126片 com being beautiful 行的大事 我们就欢喜 我们就欢喜 诗篇 诗篇 126篇 三节 孩子们 大家祝乐平安 今天又轮到 珊珊老师 给大家讲圣经故事 但还没有讲 圣经故事之前 老师想问问你们 你们喜欢回家的感觉吗 你们回家的心情 有和途中的孩子一样吗 老师一大清早 来到学校的时候 都会看到有一些学生 来上课 是拖着沉重的脚步 进入校园的 就好像这只海豹宝宝 慢慢的拖呀拖 可是 当放学铃声 一响起的时候 有一些同学 还没起立行李 就迫不及待的背着书包 想冲出客室 就好像这只斑马 冲呀冲 但是因为要遵守 SOP的关系 老师都会阻止他们这样做 要他们保持距离 排队 排队离开客室 是啊 回家的感觉真好 因为回到家 有家人的关爱 还有热腾腾的饭菜 等着我们去享用呢 还有 累了 也可以躺在温暖的睡床上 休息 可是 孩子们 你们知道吗 因为疫情 有许多人 不能回家 因为疫情 有许多人 感染了 新冠肺炎 需要接受治疗 隔离 回不了家 也有许多人 因为天灾 如水灾 火灾 地震等等 被迫 离开了家园 失去了家园 所以 一家人能相聚在一起 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真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真的是要 很感谢神 今天 老师要讲的圣经故事是 快乐的回家 圣经记载在 伊斯拉记 第一章 至第二章 以赛亚书 四十四章 二十八节 至四十五章 四节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信心的功课 在很久很久以前 也就是 五千六百多年 神的惩罚 临到以色列百姓 因为他们行了许多恶事 且不愿意悔改 结果 耶路撒冷城 被巴比伦 攻陷了 巴比伦 当时是一个 势力 非常强大的国家 耶路撒冷 被攻陷的因素 从人来看 是军事 政治的势力 但 从神来看 是因为 以色列百姓 废弃了 废弃了神的约 也不遵守神的律法 而且还拜偶像 结果 耶路撒冷城里的圣殿 宫殿 房屋 都被焚烧 城墙 被拆毁 宝贵的器皿 被毁坏 被掠夺 整个耶路撒冷城 被洗劫一空 还有许多 以色列百姓 被迫离开了家乡 被掳到了 巴比伦 以色列百姓 遭受了管教 经历了灭国的痛苦 那是 多么凄惨的事情啊 难道 神把他的选民 以色列人 遗弃了吗 不是的 这只不过是 神短暂的惩罚 只要他们 真心悔改 专心寻求 神的面 神必再施恩于他们 这些经历灭国 被掳的 以色列百姓 吸取了 惨痛的教训 他们悔改 归向神 他们的信心 被炼净 不再有偶像 敬拜方式改变 以会堂为中心 律法受到尊荣 遵行神的话语 耐心等候 回归 盼望 应许的 实现 其实 在耶路撒冷 被摧毁 以前 神就透过 几位先知 预言 以色列人 因犯罪而被掳 但之后 他们要回归 重建 耶路撒冷 圣殿 和国家 而回归 就是神 给以色列人的 应许 结果 七十年以后 波斯大军 攻陷了 巴比伦 巴比伦 就被波斯 所灭了 当时的 波斯王 就是 古猎 神感动 波斯王 古猎的心 在其新外交 政策下 被掳的人民 可以返回 故乡 恢复他们 敬拜神的生活 古猎王 帮下一张 诏书 通告全国 他下令 让以色列人 返回祖国 保护他们 在财政上 支持他们 让他们回去 重建圣殿 那是天大的喜事呀 仁子的古猎王 还归还圣殿的器皿 给以色列人 这些器皿 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从耶路撒冷 果掠来的 并放在自己 神之庙中 而这些器皿 多达五千四百件 就这样 五万人在王的资源下 和神的赐福中 由索罗巴伯带领返回 耶路撒冷决心重建圣殿 索罗巴伯是谁呢 他是犹大王国 岛属第二位国王 野哥尼亚的孙子 在波斯国古猎王 在位的第一年 他带领第一批以色列人 从巴比伦返回 野路撒冷 这也应验了 借耶利米及以赛亚等先知 口所说的话 先知耶利米曾预言 犹太人要在被掳之地 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之后 得以回归 而先知以赛亚也曾预言 使以色列百姓 回归的君王 是古猎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神的应许 永不落空 在返国的过程中 神在以色列人心中动工 使他们恳起来 离开繁华的巴比伦 踏上艰辛的旅途 返回野路撒冷 这旅途除了危险 艰辛 花费庞大 行程也需要超过四个月的时间 神也感动了许多人 肯献出财物来帮助他们 让他们可以回国开荒 把满目苍移的野路撒冷城 和圣殿重建回来 虽然路途艰辛危险 但有神的看顾 带着神的应许 他们是快乐地回到家园 现在我们也一起来观看 另外一个有关回家的故事 那就是小儿子回家 圣经路加福音 十五章 十一到二十四节 主耶稣讲述了一位父亲 以慈爱的心 接纳一个小儿子回家的故事 因为天父欢喜 罪人悔改 有一个很有钱的爸爸 他有两个儿子 大家同住在一座宽敞又漂亮的大房子里 他所有的土地 房子 雇工 产业和钱 都是留给儿子们的 可是小儿子不开心 不愿意留在家里 因为在家里 一切要听从爸爸的 他不喜欢这种生活 有一天 小儿子对爸爸说 请你把我应该得到的家业分给我吧 我现在就想要这些钱 爸爸见他还很年轻 不愿意把这么多钱交给他 可是他一直请求 爸爸只好给他 过了几天 小儿子就带着钱和行李 开开心心地离开了家 他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因为在那里 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没有人会管他 爸爸心里却很难过 虽然小儿子已经走远了 但他还是不停地往窗外看 希望有一天他会回来 在离家很远的地方 小儿子觉得自己很快乐 可以任意做事 没有人管他 还跟别人去做坏事 觉得很好玩 他要买什么就去买 随便乱花钱 终于有一天 他将全部的钱都花光了 又赶上那个地方 又赶上那个地方遭遇大饥荒 没钱买东西吃 没有地方住 也没有朋友可以帮助他 他饿了几天 好不容易有人愿意 就对自己说 我家中的仆人有吃不完的食物 我却在这里饿死吗 不 我要回家去 我要向爸爸认错 我不做儿子也没关系 可以做仆人 于是他就起来 往回家的路上走去 他便瘦了 衣服脏兮兮的 心想 爸爸也许认不出来他了 其实他不知道 爸爸一直在等着他 多么盼望他回来啊 这一天 爸爸像往常一样 不停地往窗外看 看到远处 有一个人朝这里走来 一眼就认出是小儿子 爸爸赶紧跑出去 张开双臂 紧紧地抱着儿子 连连地亲他 小儿子说 爸爸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可是爸爸却吩咐他的仆人说 拿最好的一件衣袍来给他穿上 把戒指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子穿在他脚上 爸爸又吩咐仆人 预备丰盛的大餐 高高兴兴地说 都来欢迎他 都来欢迎他回来吧 因为我这儿子是失而有得的 就是说 原本失去了小儿子 现在他回来了 爸爸 爸爸仍然爱着他的儿子 他的爱 从来没有改变过 小儿子原本 迷失在罪恶当中 使爸爸伤心难过 但当他愿意悔改 回到傅家中 爸爸是多么的欢喜快乐啊 路加福音十五章七节上说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当我们为自己的罪难过和悔改时 天父是欢喜的 每个人都会犯错 大人也不例外 孩子们 你们曾经做过以下的措施吗 如乱乱发脾气 破坏东西 不听从父母吃长的话 对长辈 家人 朋友 不礼貌 打架 打人 欺负动物 说谎 偷钱 偷东西 学习不用心 等等 如果我们做错了事 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向对方认错 改掉 乱乱发脾气 说谎 偷东西 等坏习惯 学习尊重别人 对人有礼貌 之前不用心学习的 也要好好学习 还有我们的天父爸爸 不希望看到我们 做许多的恶事 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向神祷告 认罪悔改 求神赦免我们的罪 管教我们 帮助我们改掉 坏行为 坏习惯 赐给我们 有敬畏神的心 神在每一个时代 都是信实与怜悯 今天 即使我们身陷困境 神的慈爱 与怜悯 也不会远离我们 只要我们悔改归向神 神也必 福兴我们 就如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所说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福意 神是公义信实的 他不但实现了 对以色列人的应许 而且 在每一个人身上 都有他特定的计划 他所命定的事情 时候到了 就必成就 当神应允我们的祷告 我们要存感恩的心 若神还未实现应许 我们也凭着信心 忍耐 等候神的应许 成就 我们一起来复习 今天的经句 耶和华果然为我们 行了大事 我们就欢喜 诗篇一百二十六篇 三节 是的 耶和华 我们的神 是多么的爱我们 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爸爸 亲爱的天父爸爸 我们很感谢你 我们很感谢你 感谢你每一天 感谢你每一天 的看部和保守 虽然我们 恶梦 常常犯错 但你依然 爱我们 没有离弃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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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来向你 我们要来向你 认罪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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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劳恕 我们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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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的 继续的 来管教我们 来管教我们 好让我们 能够活出 能够活出 基督的样式 做一个 做一个 逃你所喜悦 的孩子 住在你 住在你 永恒爱的家 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亲爱的 耶稣 我感谢你 来到这世界 给我盼望 给我一个 永恒的 这 亲爱天父 请神还我 回到他面前 不再流浪 我看到家的光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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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耶税 亲爱天父 我感谢你 我感谢你 来到这世界 我感谢你 给我盼望 给我盼望 给我一个 永恒爱的家 给我盼望 给我一个 永恒的家 喜乐充满我的意义 活不出赞美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爱的家 天不尝满爱的双倍 我的生属于她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爱的家 喜乐充满我的意义 活不出赞美 回家 回家 回到永恒爱的家 天不尝满爱的双倍 我的生属于她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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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